神秘的蘇花山區 你注意那山區裡面 常常會有一些野溪跟溫泉 不過你千萬不要亂泡 因為有些野溪或溫泉 你泡在裡面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 不可思議的事情 川芋 我們講這個是溫山溫泉 它就位在天祥太魯閣 天祥附近 那是在縱橫公路上面 那這個是這樣 這個溫山溫泉 它是非常 它又叫深水溫泉 它是早期日本人發現的 因為很漂亮 你走到那個溪谷 利物溪溪谷 它整個岩層都是大理石岩層 那很美 而且那個全量又很大 所以說它吸引了很多的 包括連老外都知道 去那邊泡 所以白天的時候很多人 可是到夜晚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人敢在那邊泡 晚上泡不是不用跟人家擠 對啊 可是因為那邊 曾經有很多很恐怖的傳說 真的嗎 對 因為那個地方 我們就是在民國 那個63年的時候 有一台遊覽車從台南來的 他從那個中橫公路進來 他準備打算要到那個花蓮那邊住宿 結果他就在那個泰山隧道口那邊翻覆 翻覆 掉落下去整個車子 掉到那個溪谷裡面 造成的40幾個人死亡 這麼嚴重 對 因為那是中橫通車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車禍 然後因為那個屍體四處散落 所以說當時搶救非常困難 有一直有三個人就是有兩個女的一個男的 屍體一直都沒找到 那很詭異的是沒想到三天之後又一台從彰化來的遊覽車 又在同樣這個地點又翻下去 你說也翻下去了 對 然後又造成了三個人的死亡 然後接下來又發生了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沒多久又一台那個從上面那個 那個溫山農場下來的那個車 也在那邊翻覆 然後又造成五個人死亡 有三個人的屍體又掉在那個同樣翻車的那個地方 所以說那個地方後來就領域事件不斷 那有一次就是有一個那個林國文 他們是去爬那個壁路山 然後下來的時候就想說 晚上在那邊眨眼 因為一般人很少在那邊過夜 他們想說下山了然後在那邊洗澡 所以說他們就泡泡溫泉順便洗澡 他們剛泡完溫泉的時候 在帳篷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這時候突然從上面 怎麼有人拿著那個蠟燭 慢慢慢慢走下來了 怎麼會拿蠟燭啊 你說晚上夜遊嗎 對 他們想說這個地方 怎麼知名度那麼高 連晚上都會有人下來泡溫泉 然後他們就看兩個女的 然後一個男的這樣走下來 然後從那邊過去 然後手拿著蠟燭 然後經過他們旁邊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突然轉過頭問他們說 要不要一起跟我們泡溫泉 然後林國文就說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剛剛才泡過 然後他們就看那兩個女的一個男的 走到那個溫泉的那個旁邊 然後他們就下來把那個蠟燭擺在那邊 就很大方脫衣服就下去泡了 對 然後他們三四個人在那邊看 他們說哎呦 哇 這個男的還怨輔不前 還有兩個女的這樣陪他泡溫泉 其實林國文一直覺得很奇怪說 奇怪 這個峽谷地形 他下來的時候風那麼大 為什麼蠟燭的火不會熄 而且他們就覺得奇怪 而且他們一般下來泡溫泉都穿得很輕便 為什麼他們還穿很正式的那種像禮服這樣子 他一直覺得很奇怪 可是他們就一直在那邊盯著那三個人在那泡溫泉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那邊一路復婚 結果後來過一個多小時 他們三個人起來了 然後就衣服穿一穿 然後又要走走上去了 然後經過他們帳篷的時候 那個女生還對他們這樣 視笑會笑這樣跟他們看了他們一下 然後就上去了 然後他們就一直看他們這樣走到上面的時候 哇 那林國文還突然間尖叫起來 他說 怎麼說 哇 你看看他們剛剛從下來 然後到泡溫泉總共一個多小時 那個蠟燭的那個燒的那個長度 到現在都還一模一樣 等一下 蠟燭之後你說應該要燒光 早就燒光了 怎麼會蠟燭還沒燒光呢 所以就是說他們才知道說 雲燭就遇到傳說中的這三個人 那所以說如果說來這邊泡溫泉的 白天泡溫泉就好 千萬不要晚上在那邊泡溫泉 哇 在中肯裡面 你真的不要晚上泡溫泉喔 小心會有兩個白衣女子 加一個男子來陪你喔 但是我們說到 你開了這個蘇花公路 到了花蓮之後 花蓮有一個松園別館 這松園別館啊 你要去的時候還要小心點啊 這個地方那我到花蓮一定會去 但是每一次去我都感到毛骨深深 不寒而栗 為什麼 為什麼 各位你看看 這個叫做松園別館 松園別館其實是日據時代的 兵部街主寺的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他外牆的這一些構造 所以連松園別館的羅館長都已經講過了 很多人進了松園別館 八字清的就會開始啟檔了 什麼 對 那我呢 講真正啟檔的故事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大家現在大概都忘了 這個人叫做陳守山 陳守山接國防部副部長 有一次我跟他私下聊天 他說他在東景部的時候就有些兵啊 跑到松園別館去 然後松園別館去 他們認為是陽氣很盛 所以就玩了一天回來 回來了以後 結果三個人接連鬧了三天的什麼 營房 我們叫做鬼鬧房 我們叫做鬼鬧房 那鬼鬧房就是隧道一點到三點 突然一個人大叫全營都在叫 這樣連搞三天 陳守山覺得不對 陳守山就把那個兵找過來 說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說他到了松園別館 他也到了松園別館 一看 因為陳守山他本身他會講日語 他一看他就心裡有數 結果陳守山先用軍旗拜什麼地方 拜東景部 現在花東防衛司令部的那個地方 他用軍旗拜 然後拜完了以後 他再帶著自己的觀印 他在自己的觀印就 一個旗子就插在那個地方 他再到松園別館拜 拜完了好了 就沒事了 你說這樣事情就平了 平了 結果他在那邊查了結果 才知道松園別館 原來過去是什麼 日本神風特工隊 要出發的前一天 他們都在這個地方喝天皇 浴室的聖酒 所以你就說這些神風特工隊的隊員 在死之前都要在那個別館裡面 打一碗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在日本戰敗了以後 你曉不曉得 很多人都在那邊切副自殺 你說在松園別館 他在松園別館裡面 都在那邊切副自殺 所以那個地方 花蓮人士通通都知道 那個地方是特別的陰 還有一個 每一次颱風來 你花蓮有的時候會損失慘重 但是松園別館就是非常奇怪 你說松園別館都沒戲 對 都沒有事 因為松園別館 你這樣子望過去的話 可以看到花蓮港 可以遠望太平洋 所以我奉勸各位 以後到松園別館的時候 要千萬當心 你要虔誠 不能跟三個兵以為他可以政協 結果協政不了 是要靠中將司令 來幫他們政協 所以當陳守山跟我講完 這個故事以後 我說那我常去 她說你有沒有劈檔 我說那我沒有劈過檔 她說你還算是不錯 運氣不錯 如果你在劈檔的話 沒有關係 你來找我 我在國防部幫你把軍旗都 來